大家好,我是Linda 今天我们来讲PR的第四节 视频片段基本剪辑 首先我们打开PR来到它的欢迎界面 然后点击新建项目 给项目命个名 然后点击游览器 选择一个你想要储存项目的位置 然后按储存 储存完以后 其他的这些都不用管它 就使用默认值 然后点击OK 按完OK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左上角这里 可以看见项目储存的位置 和它的名称 接下来我们去导入素材 点击文件 然后点击导入 去找到你想要导入的视频的位置 然后选择你想要导入的视频 如果你想把它所有的视频都导入 点击Ctrl加A 好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 所有的视频已经被导入到项目窗口里面 接下来我们去改变一下它的排列方式 我们直接在项目窗口这里按它的图标显示窗口 这样看就比较清楚一点 接下来我们选中一个视频素材双击鼠标左键来进行预览 你可以点击这个播放键进行预览 然后按暂停键 暂停 你也可以使用键盘上的空格键进行视频预览 首先我们在圆窗口激活它 然后你就可以看见它的四周有一个蓝色的边框 接下来你就按键盘上的空格键来进行视频预览 然后再按一下空格键 暂停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片段剪辑 我们也可以直接按住鼠标左键不放 直接拖住这个蓝色的图标进行预览 快速预览素材完以后 我们就前面多余的片段不需要 就用这个图标给它做一个入点的标记 点击一下 接下来我们继续预览视频 然后按它相对应的图标做一个出点的标记 在这里就可以看见入点和出点 前面多余的视频 我们就把它删除掉了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视频的片段已经剪辑好了 我们将鼠标直接移动到视频的上方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 直接给它拉到时间轴里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剪辑过的视频片段 它在时间线里的显示 或者你可以直接按减号给它缩小 或者是直接按加号给它放大 我们在这里看VI就是视频的第一个轨道 AI就是音频的第一个轨道 它的音频和视频是分开的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刚刚剪辑过的视频片段 现在在时间轴里面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预览一下 好今天的视频片段基本剪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请订阅点赞和转发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集再会